大家好,今天带来高分韩剧《自我的解历》第十一集 初阶上回,男女主历经了许多,终于重修就好 恩好的世界一瞬间被拉进黑白回忆当中 他的世界曾经一度只剩贤武 恩好甚至能细心地分辨哪有身上的味道 洗发水,衣服揉顺剂,护手霜,刚喝过的饮料,家里的熏香 昨天去过的地方,贤武的身上张揽着这六种味道 这些味道本来平平无奇 但因为它们出现在贤武身上,让恩好形成了特殊的记忆锚点 流光贤武的一切都在分手后,无数次冲击着恩好脆弱的神经 恩好有时候也挺佩服自己,竟然能强忍住那么强烈的思念一直看到现在 复合之后,恩好心头的大石头落下 他迷迷糊糊地睡着做了一场梦 在梦里,他变回了小时候的模样 成年的贤武向恩好询问起人格分裂的来龙去脉 恩好一无一时地说起妹妹的事,想要了解惠立人格下,为什么能感到幸福 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幸福就是和相爱的人长相失守 正如这个结论一样,失去幸福的周延每天都在流泪 同事们试着把这一切合理化 吃饭的时候哭是因为青椒太辣了 爬楼梯的时候哭是因为累到了 坐在电脑前哭,是看到了伤感的新闻 但同事们也知道这些理由太牵强 总觉得周延沉浸在一种悲伤氛围之下 此客人恩好离周延并不远 他正在停车场向敏英道别 在成为惠立的那段时间里 敏英其实比周延提供了更多温暖 他们更早相识有更多的陪伴 会分享有趣的故事,会排解无聊的时间 两个繁华都是你的边缘人 一起度过了无数个并不孤独的夜晚 他一度觉得恩好这个大主播认识很多厉害的人 不会和他这个小人物交朋友 但恩好告诉他,朋友就是朋友 厉害不厉害从来不是交友的标准 敏英一边听一边哭 他对恩好的自卑感也在这场谈话中逐渐消失 就在这时下班的周延看到恩好 下意识脱口而出还是喊他惠立 可惜得到的答案却是 以后他将彻底回归恩好人格 继续原来的生活,不会再来停车场上班 恩好知道周延很难过 他也想给惠立人格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于是按照心理医生的建议 决定安排一场美好的离别 大白话讲就是好去好散 两个人找时间向情侣一按约会 眼前这个沙发果断了女孩 令周延既陌生就有些错愕 和周延做完约定之后 恩好还有一件要顶事 那就是回电视台向主长申请负职 他也知道自己突然失联做得很不好 所以对回来主持的节目也不挑 深夜党,凌晨党都可以 周长气急败坏指责恩好 把公司当成公共厕所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恩好笑嘻嘻地挨骂 他知道周长刀子嘴豆腐心不是坏人 周长看他这个厚脸皮的样子 干脆也不骂了 感慨这个世道 对他这样的老年人很不友好 恩好和弦武战士没有公开恋情 他们的座位挨着彼此 却要装成普通同事的关系 只有志温看出了一场 这位也是暖男 第一反应问的是恩好的病情 得知自己喜欢的大姐姐痊愈以后 才问到恩好和弦武的关系 复合的消息让他特别伤心 这个男人像个失恋的高中生 陷入了漫长的低谷期 弦武则像个热恋中的高中生 叛逆任性 他受恩好的影响无心工作 这个37岁的新闻主播一向稳重 今天却和女友一起翻墙翘班 像极了逃课的高中生 两个人去大吃了一顿才回家 弦武突然遭遇晴天霹雳 周延晚上11点才下班 恩好准备换个衣服前去复约 接下来恩好问贤武衣服好不好看 他说他不介意 问贤武明天星期几 他还是回答不介意 就差把介意两个字刻在脑门上 但贤武也知道 周延现在肯定很难过 他尊重女友好去好上的选择 很快恩好和周延一起去了高档日料店 周延看恩好吃得很不自在 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对方的喜好 于是两个人立刻转站到了烤路店 恩好其实挺不好意思的 他想给周延留下美好的回忆 高档日料店肯定比都是油烟味的烤肉店合适 周延最后一次帮恩好烤肉 即使知道眼前的姐姐 不是自己生爱过的妹妹 周延还是被男眼的悲伤 杀得丢亏气甲 夜宵过后终于到了分别的时间 周延临时接到加班通知 连最后述恩好一次都做不到 他可以做的事 像惠丽当初表白时那样 把自己缺失的表白补上 恩好的心莫名漏跳了一拍 他学着惠丽的叫法 省略姓氏只称呼周延的名 尊重向对方表达了歉意 恩好主动伸出手 这次握手之后 两个人就真的要告别了 周延缓慢地握了上去 他多想能在这个第一次相识的停车场 永远地按下暂停键 偏偏一只大手打断了周延的幻想 来接恩好的弦舞 吹出周延回去加班 他吃醋的样子有些好笑 稍稍冲淡了一些分别式的悲伤 周延就这样静静看着两个人走远 第二天 梅子婆婆或许是担心病情反复 随时会走 组织大家来派全家福 唯独贤舞迟迟迟没到 此刻的贤舞正在听恩好 唱聊工作规划 主长一直没安排工作 恩好准备简历投给各个节目组 主动争取 就在这时 贤舞接到了梅子的电话 他这才想起全家福的事 这回贤舞没有逃避 他带着恩好一起加入了拍摄 来都来了 肯定不止拍照 饭也还是要一起吃的 婆婆们省视着陌生面孔 对恩好的态度并不友好 有人问他父母是否都不在了 有人问他有没有买房 贤舞害怕女友会因此不开心 没想到恩好统一回答 他跟贤舞一样 没房没父母 恩好口无遮拦 竟然把自己不会做家务 贤舞经常过去帮忙的事也说了出来 好在这双方都不是执着于传统的人 各自说着百无禁忌的话题 尤其是恩好 跟贤舞重新在一起以后 他的看押能力简直一流 各种尴尬的时刻 都可以被豁达的心态完美化解 贤舞带着恩好参观了自己的房间 这也是恩好第一次真正了解贤舞的过去 所有人都以为贤舞有着出色的家势 根本想不到这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男人 其实是一棵泥潭里长出的大树 恩好的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感情是如此 事业也是如此 他简历都还没投出去 主长就通知他去主持新闻节目 说是有一个女主播请了两周病假 需要人暂时替补 即使指示替补 已经让恩好非常满足 主长告诉恩好 大领导的心腹绿茶的主持效果太差 太大领导遭受了很大的压力 是恩好过硬的功底帮他争取来了这次机会 听到这恩好再也控制不住 跳着欢快的舞蹈出了门 勇哥和恩好的状况完全相反 他以前错误报道了一起新闻 结果还有一家蛋糕店倒闭 自己也因此受到降薪降职的惩罚 勇哥努力的道歉 赔钱更正错误新闻 但对方还是不依不劳 一直打电话来 勇哥因此变得神经兮兮 根本不敢接 他的那场事故 成为了接下来这场悲剧的导火索 主长陷入了一段回忆 大领导拜托他请恩好出伤时 当时的主长认真地做出回忆 早年间的贤武和现在的恩好 都曾被大领导随意拿捏 像佣人一样使唤 轻占下班时间 以前的主长无权无事 不敢多说 现在他想拜托大领导 不要再拿那些人的梦想当儿戏 大领导反问主长 为什么现在敢说 主长的回忆答满满人触动 他的权势比以前没有增加 但他的勇气增加了 回忆落幕 主长像恩好一样高兴地扭了起来 再看看周延这边 他根本提不起精神 这天下班后 慧颜突然跑来找他 询问如果自己突然消失 周延会有哪些变化 周延还没有意识到 慧颜已经动了离开的念头 回答说 他的生活或许不会有改变 慧颜强装笑颜没有多说 默默回到工位上 打印了一份文件 有人退场 也有人登场 恩好终于又能组织上 心心念念的新闻节目 他的表现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就连大领导 也不得不佩服恩好的综合数字 一直以来 他缺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就在和谐的时刻 意外发生了 勇哥每天被骚扰电话搞到崩溃 贤五看不下去 帮忙接了起来 他告诉勇哥 对方是蛋糕店老板的儿子 现在就在停车场 想和勇哥见一面 勇哥哪里敢去 在他的拜托下 贤五答应过去看看 恩好和贤五约好主持上新闻节目 就一起出去玩 现在只能是恩好先过去 他一个人跑到第一次约会的分车山坡 忍不住打点贤五询问什么时候来 贤五刚到电话里指定的停车场位置 这时一变突生 一辆车冲了出来 下一秒 他已经倒在雪坡之中 本集完 真的要给编剧击刀片了 马上就大结局了 还搞强行悲剧 如果贤五真实了 完全可以想象观众会有多愤怒 这部剧的评分也会跟着急转直下 究竟编剧是否残留人性 主角团这几位又会如何收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脑地的频道 更多精彩故事 咱们下期接着聊 感谢观看